热带雨林总是孕育巨型生物的温床 在这里舌类可以比人还巨大 鲜鱼可以跟小船媲美 就连蚊子都大的令人崩溃 因此在好莱坞的工作者心目中 雨林里的猴子应该像金刚一样 高大如山力大无穷 随手搞死一只恐龙如探囊取物 爬上帝国大厦还能顺手摘下几架飞机 当然无论长得多凶残 最终还得抱得美人归 这就是雨林猴子该有的风范 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 如果你在南美的热带雨林中行走 请时刻注意脚下 因为你有可能踩死一只蚂蚁 更有可能踩死一只猴子 没错 这个曾经在花果山称王称霸的家伙 到了亚马逊却变了种 他还没像其他雨林里的兄弟一样 越长越像遭遇核辐射的变异怪兽 反而向着另一个极端不断迈进 在雨林之中看到这样一个家伙 你千万别以为这是哪个大猴子的幼崽 他可是不折不扣的成年人 这就是全世界最小的猴子 猪如荣 显然看到如此秀珍的灵长类动物 很难相信他这辈子也就这么大了 常看新闻说 某人被奸商蒙骗 花钱买了号称长不大的香猪 结果却养得比主人自己还肥 这个猴子会不会也是一个假象 再过几年就像金刚一样可怕 事实证明 巨型生物在雨林中虽然数不胜数 但猴子例外 猪如荣这辈子的身高 也很难超过20厘米 通常情况下 他们也就是15厘米左右 最小的巴西黑头猪如荣 体长甚至超不过10厘米 体重只有不到100克 在日常生活中 克这个单位大多都是做饭的时候才用 比如炒个菜放几克盐什么的 真没想到 他还能用来计量一只成年猴子的体重 由于体型实在太小 随便一个小型猛兽 就可以拿猪如荣塞牙缝 喂鱼都填不饱肚子 因此这个小家伙 只好常年生活在雨林树冠的上层 远离危险的地面 也正是这个生活习性 让他们最大的敌人成为了鸟类 想想一只鸟叼着一只猴子 这样的画面也是罪了 但别看猪如荣若不经风 他们的食物也不完全就是水果坚果等植物类的东西 像小昆虫小青蛙小蜥蜴以及特别小的鸟类 猪如荣也是可以发起进攻的 虽说从各个角度看 猪如荣与金刚都没什么可比性 但有一点他们却是殊途同归 那就是讨女孩子的欢心 金刚征服美女用的是强壮威猛 胆大心系 而猪如荣只要把萌这个字发挥到极致就够了 由于生性好动 长得又娇小 猪如荣当真是可爱想宠物的不二人选 还在思考是买只仓鼠还是龙猫吗 那都弱爆了 宠物市场的大明星非猪如荣莫属 可惜明星这个称号并不是人人都希望拥有 特别是前面加上宠物两个字 对这个明星往往意味着终生失去自由 看到可爱的动物就想占为己有 这可以说是人类内心非常阴暗的一面 提供充足的食物 良好的居所 这些不过是阴暗交易的遮羞布 猪如荣是群居动物 它们很少单独生活 也很难适应雨林之外的环境 对温度湿度都有严格的要求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脆弱的物种 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 宠物贩子也不会顾忌那么多 哪怕抓到十只 只有一只可以活着来到城市 它们也要把猪如荣带离家乡 成为赚钱的工具 在市场上 每出现一只猪如荣 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同类 已经死在了路上 由于人类的捕捉和栖息地的环境恶化 猪如荣正面临着绝种的风险 濒临等级逐步增加 这个有着世界上最想被拥有宠物支撑的大明星 很有可能因人类的贪婪而成为历史 当然对于那些早已没有同行星的人来说 或许一个物种的灭绝算不上什么 但请想想 埃博拉 艾滋病 这些让人闻风丧懒的疾病 都是怎么来的 现在 你还想再去捕捉野生猴子吗 你还想再去捕捉野生猴子吗